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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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大家好 其實原本平常是如果帶一些寫作工作風的話 會先讓大家玩一個小遊戲 但是因為今天時間非常緊迫 所以就是先短暫忽略 如果還有時間我們可以再來玩這個 好 那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做錢偉軒 那我現在是台大獸醫系五年級的學生 那通常呢 我自我介紹我都會說 我是一個非常服務正業的獸醫系學生 就是一直以來動物或者是獸醫 他就是 是我的關懷 但是 是我直到上大學之後才發現說 其實你喜歡動物 跟你未來要當一個臨床獸醫 其實是非常兩個不相干的事情 那同時你可能會覺得 我是一個假掰的斯文青 就我時常可能會 引用一些死人說過的話 然後看一些死人的書 然後把自己活得像是一個死人一樣 那 或是你也可以說 我是一個不在櫃子裡面的圈系列 就這邊的圈 除了我不會說我自己是一個異性的以外 你可以說我是一個雙性戀 我可以說是一個同性戀 或什麼什麼之類 就各種的性別認同 或各種的性別流動 對我而言都是可能的 所以我今天 我有一個圈的方式來表達 這種在性別光譜上面的曖昧性 但同時 大家看到一個莫名其妙 叫台大雞排妹 那其實是 有一次就跟朋友聊天 他就說 其實你在臉書上 會有很多非常震驚的政治貼文 但是你還是會有很多非常瞎的照片 那其實這對我而言 就像雞排妹一樣 就像有時候討論一些史詩 大家同時也會露胸部一樣 那對我而言我覺得 有趣的事情是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激嚴素 然後我們又可以脈動性感 為什麼我們不能是 談論正義的時候 同時也脈動自己身體的意象 或者說為什麼不能就是 性感又可愛 那同時又是當一個聰明的人 那這幾個是可能關於我的一些關鍵字 好 那這邊有幾個數字是 畢竟可能還是要先讓大家 大概知道一下我到底在幹嘛 基本上我是在 主要是在聯合線上的名人堂寫專欄 那就是雖然它是聯合線上 雖然它是聯合報系統的 但它並不是一個 就名人堂 它並不是一個689的組織 就可能如果大家其他看到 我在看名人堂 會發現可能像是 哲學哲學雞蛋糕的出家安豬老闆 還有寫影評的膝關節 然後寫政治哲學的 仁渣文本周韋航 然後熱血功名教師 就是有六塊錢的黃毅忠 還有獨立出版人陳夏明 然後或者是 在寫財經相關的劉揚明 或是曾經出版 少女孤必烈的陳佑金等等 都是名人堂的線上專欄作家 那同時有在女人迷 問問你寫一些影評 或者是性別相關的 再來是群眾觀點 群眾觀點比較特別 是因為我現在同時 其實是在貝殼放大時期 剛好聽到有人想要 是有人想要日來貝殼放大時期嗎 對 那是我們自己一個自控媒體 所以在那邊做的話 就是包括一些專訪 包括是一些 可能是跟 crowdfunding相關的一些知識 那想想論壇的話 只是我在公共書寫一開始 最早發跡的地方 但現在已經沒有什麼地方在那邊寫的了 那總的來說大概是從去年的2月開始 是正式在網路社群上面寫正式發表文章 其他的話都在臉書上而已 那目前截至為止是28篇正式文章 總共的話是70萬的瀏覽量 然後是3萬次的分享 但這兩個數字其實有點久 應該是今年5月的時候 統計的現在舞台確定 那現在臉書的話差不多是 獨立個人頁面是8千人 8800多在追蹤 然後這個的話大家是可以看到 最左上方是在聯合線上 明人堂的一些寫作 可能這樣第一個是 不能除了匿名建宗社裸照事件 基本上我在明人堂寫的是 關於公共跟社會議題比較相關 那這一篇的話就是有15萬瀏覽量 右下角的話是女人迷 這邊寫了一個是跟性別相關 有影評等等 左下角是現在在群眾管理寫的一些專訪 還有一些其他相關的介紹 然後這邊很快帶過就是 我自己昨天晚上也都算了一下 如果是純就臉書上 我自己自媒體 We Media上面的分享的話 從8月到昨天晚上的話是1800個分享 就是讀計戰數 春季分享數而已 那最多的話還是關於是公共議題 像是這個是那首反科綱在教育部前面 關於一些精神疾病 然後這個是關於性 性無名的一些標籤化 然後就是跟 試著嘗試去跟群眾 或者是跟一些使用 或者是對於 不管是性少數有歧視 嘗試跟他們進行對話 以及拓展公共溝通的可能 好 那這是像我剛剛講的各種 國務政業就除了在寫東西外 我也是台大性別工作方的創辦人 然後以前是模擬聯合國社 然後在做過一些行銷跟翻譯相關的工作 在實習的話 我今年暑假就在Jongson 就是Johnson & Johnson的藥廠實習 那同時我現在是貝殼放大的顧問 那可能不曉得 大家有沒有在follow金軒字型 對 就是金軒的話是我們的一個 應該說是貝殼放大也是十個多月 但金軒剛好就是我的第一個上線轉案 然後很榮幸有辦法 能夠參與到其中一人 那如果大家有貝殼放大 或是任何其他三關的問題 其實都可以問我這樣 好 那在於寫作主題呢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現在是 就是以社會議題為主 那對我而言 我覺得寫這些東西最重要的地方是 先讓自己開始關心 你才有辦法去讓別人覺得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 寫這些東西 就是先感動自己 才有辦法去感動他人 那對我來說 像寫作這個事情 它其實像是另外一種的行銷 但它今天要販賣的 並不是一種服務 或不一定是一個產品 它今天要販售的是一種理念 或是一種一所相信的信仰 那這個東西它就跟行銷一樣 所以你要找到你的目標客群 你要知道你的TA是誰 那他們會喜歡什麼樣的東西 或是他們缺少哪一塊 那他們自己生命中的 消費的困境又是什麼 我覺得這些東西 你要先去能夠定義 或者是你要去釐清之後 你要賣出的那個東西 你才能找到對的溝通方式 你才有辦法找到對的頻率 去跟他們產生連結 那尤其是在公共書籍這個領域上面 其實當然是非常多人在寫 但是並不是那麼多人都在看 或是他們的知識含量非常高 但有時候群眾或者是一般人 尤其是他們想要去溝通的那群人 他們其實是看不懂的 有時候知識的高強是滿難跨越 使用太多的專業術語 或使用太多的不管是修辭的方式 都會讓人家沒有辦法去更進一步的去探討 那些想要釐清的一些核心議題 所以多而言這些公共書籍 我一直把它當成是一種行銷的方式 去把這些內容 好的內容 或是我想要傳遞出去的訊息 用一種他人能夠理解的方式 以及適當的形式 讓它產生傳播的效果 好 那當然很多人就想問說 為什麼收益器來寫作啦 這明明就是那麼不相關的東西 當然這不只是一個網絡而已 那其實我覺得可以從早一點開始講 其實在上大學的時候 我其實是同時考上台大收益器 還有台大外文器的 但那個時候為什麼沒有去年呢 我想當時候18歲的我應該有我自己的原因 所以其實我現在來去回推 那時候我為什麼不做這個選擇 其實有點不太客觀 但我想說的是 一個18歲的少年或者是少女 你要在那個時候就做出一個 可能會陪伴你終身的決定 我覺得這是非常不合理 也是現在現行教育體制下 非常不正常的一個狀況 為什麼我們需要在那麼早 就像是你剛性成熟 你還性早熟的時候 就要去選擇一個 可能會陪伴你一生的伴侶的 甚至如果這不是你喜歡的 你還沒有機會去回絕它 去否定它 你沒有機會去跟它提分手 你就要讓它陪著你這麼長的時間 那對我而言我覺得 其實是一件非常吊詭 也非常不合理的事情 那後來 所以在獸醫系我除了是系上的課 我還是有乖乖的把系上的課收完 但同時我還是收了很多 系外的 不管像是哲學系 人類系 社會系 或者是法律系的課等等 那對我而言改變我 最多或者是說讓我正式 踏入公共寫作這個領域的 其實是在社會系修的一堂 叫公共社會學寫作 是陳惠銘老師開的 陳惠銘老師現在也是島國前進的 算是非常重要的人 黃國昌那時候在台大當年學生會會長的時候 惠銘就是他的副會長 那時候惠銘就是有一個作業 是說希望大家能夠在公共論壇上面去投書 就是我們要把議題找到你核心關鍵的議題 然後嘗試用你的方式去跟他產生對話 那這個投書的東西就是課程的一個評量方式 所以那時候最早就開始在想一想上面寫 後來聯合的主編 徐伯松主編他就看到了 他就覺得你這麼年輕 那時候才去年的時候才還沒過生才20歲而已 他就覺得說你是可以寫的 那你好像你也蠻有想法 你要不要再寫寫看 他那時候其實寫了好長的一大段文字 但那時候我自己覺得 就像我現在站在那一樣 我是蠻成黃成空的 我並不確定說我自己真的有那個份量 我是足夠去寫這個專欄的嗎 我是真的可以去擔下這個言論的責任嗎 或者是我真的不覺得我適合 我不覺得我可以勝任這個工作 所以在第一時間內我是去回決主編的 那主編其實說沒關係 那你就好好想想 幾個禮拜後我們再來談也不遲 所以那時候我就跟惠敏老師說這件事情 但他其實他就說 他覺得你是一個可以寫的人 他覺得我寫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有其他的可能是相關作業 他就覺得我寫的東西是能夠感動人的 或者是說我能夠正確地把我想表達的東西給寫出來 他覺得這個才能 就算你並不是相關科系 還是一樣非常可貴 那即使到現在我覺得其實寫作 不曾成為我真正生命中的主軸 但他還是一樣長時間的陪伴在我身邊 應該啦我覺得 那如果說比較實務上面 具體的工作內容呢 可能包括是選提拉尼缸 然後去搜尋一些相關材料 然後到正式開始寫作 其實已經要做蠻多的工作 但是審教發稿 以及在你上稿之後你跟他去觀察一些網路上社群的回饋 那每一篇其實大概是要寫五到二十個小時 這其實是 我自己覺得是蠻累人的一件事 那這個看起來非常複雜的圖呢 其實就是溝通這回事 你真正想說的跟我真正表達的 還有你們理解的 那三個事情其實是完全不一樣的 非常複雜 沒關係 下一張有簡易版 這其實我想說 但我沒辦法表達 而你也不能理解的 就是我可能有自己的余表障礙 那在我表達出來 但其實我並不想說 但還有實際上 你理解到的就是不知所云 那有可能是我並沒有想這樣說 實際上我也沒有這樣說 但是你感覺到了 這應該就是你自己投不出來的 那真正這三個地方有交集的 才是我們一個真正好的溝通 也真正公共書寫能夠達到 你販售讓人家去發映你這個信念 最重要的核心 所以結論就是我覺得溝通好難喔 尤其時常在網路上寫 你要去面對鄉民啦 去面對廣軍啦 其實我覺得 就非常感覺到 那是一個另外一個平行世界 你會覺得不能夠 為什麼有人會不能夠理解 但我覺得這種障礙反而是可貴的 他是時時刻在提醒我說 對 這個社會上就是由多種不同的人 以及多種不同你不能理解的人所組成 那這可能是這個社會上真正複雜 才是真正可貴的地方 那有沒有一種方式 是我們能夠去調整我們自己的頻率 調整我們說話的方式 讓我們自己的頻道 調整到跟對方一樣 讓你把你覺得重要的東西 讓別人也能感受得到 那我覺得這是我一直在嘗試的 好 最後就是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 一段話 這個是陳文玲 他是政大創意學院的教授 他曾經在繞路的必要裡面 引用了一個印度哲人 我不會念他的名字 的這一段話 如果你只是任意做一些你喜歡的事 那並不是你真正愛做的事 而發現你真正愛做的事 其實需要很深的專注力 以及洞察力 不要從謀生的角度開始做件事 如果你發現了自己愛做的事 你自然而然就會得到謀生的工具 所以對我而言 這一路上我覺得 我是不斷在迷路跟繞路 如果說就寫作這件事情來看 其實我並不是一開始 就是到說我寫文 我可能知道我喜歡寫作 我對文字是敏感的 但我並不知道我能夠寫 我也甚至不知道 如果真的把它拿來作為 我未來的科系 我看看幹嘛 但是只鎮在這些迷路跟繞路之上 我才能夠發現 其實我真正想做 或真的能夠做的事情 就是把專業帶出專業 讓社會更加貼近社會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 那反而迷路跟繞路 也都是值得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今天在我身上 你們可能不會看到跟其他人一樣 有那麼多的堅定 反而看到的這根東西是徬徨 但對我來說 這種徬徨才是很可貴的一部分 因為這個時代 其實要求我們太多的堅定 但你現在才十幾歲才二十歲 你真的有辦法去做那麼多 承擔重責大任的選擇嗎 我覺得不盡然 但是在面對這些重責大任的時候 你能夠確信你自己是徬徨 你是猶豫 你是不安 甚至可能是後悔的 那種倒退情況有時候 反而才是珍貴 你能夠去面對它 你要與之共處 未來你才能夠跟這些其他 如果你真的想成為一個偉大 而負擔大德的人 跟這些情緒一起卻戰卻走 所以這是最後一個想要送給大家 真正的生活 不在他方而在彷徨 謝謝